进入夜行约见 昨天的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通过社交媒体宣布 设立国家能源委员会 通过一系列的措施来监督美国 继续处于能源主导地位 并且任命了北达科他州的州长 道格伯格姆担任该委员会主席 此前特朗普已经宣布提名 伯格姆为新一届政府的内政部部长 伯格姆曾经担任微软的高级副总裁 自2016年开始担任北达科他州的州长 同一天特朗普还宣布 卡罗林·莱维特将会担任其就任总统后的白宫发言人 莱维特出生于1997年 在本届大选期间一直担任着特朗普的发言人 他也将会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白宫发言人 那么特朗普的人事任命有什么样的特点 可能会对美国的政策走向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张家栋 来为大家进行分析 张教授你好 你好 首先想听听您的观察 因为从我们看感觉特朗普这个点兵点将点到的这个人选 感觉年龄都很年轻 特别是我们说今天又有了一个最年轻的白宫发言人 那根据您的观察 特朗普点兵点将有什么样的特点 他首先我感觉到第一个他要考虑与自己比较亲比较近 因为他那个特朗普这一次的竞选团队主要是他自己组织的 他那个共和党的色彩性的比较淡 他个人的色彩性的比较浓 在美国政治有个习惯 赢了之后那是要论功欣赏的 那么刚才点的这几个人都是对特朗普的胜选 都是立过汗马功劳的 他首先要考虑这个自己的人 第二个呢刚才你也提到了 他年轻 他为什么年轻呢 因为特朗普是目前到目前为止 美国历史上最老的总统 他怎么对冲这个形象 他就要用最年轻的一批人 讲白了叫老少佩 平均年龄可能在历史上也是比较年轻的 他要洗刷自己这个老年执政的一个形象 那通过这样的一种组合来拉低了整个团队的平均年龄 平均年龄就下降了 那其实通过张教授的分析呢 我们先观察到了几个特点 另外呢我们也注意到了几个比较重要的职位 提名人选其实呢都有争议 比如说提名的国家情报总监的候选人加巴德 他曾经在2020年以民主党人的身份来竞选总统 败选之后呢退党 而提名的司法部长盖茨他没有司法领域的工作经验 还一度呢是深陷丑闻被指控吸毒 而提名的国防部部长是福克斯新闻的主播赫格赛斯 虽然说他有着扶军意并且呢前往伊拉克和阿富汗执行任务的经历 但是对于国家安全的战略等是缺乏深度的经验的 那张教授可能从我们外行人来看觉得 好像都是这个菜鸟上手 对于这样的一些自己的专门的业务 是不是会有一些接触不当 特别是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 像这个国防部长 感觉国防部长要面对非常多庞达的事务 那这样的一个从身份去转做国防部长 您觉得这中间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反映出来了美国什么样的特色吗 我想这样子 就一个新总统如果他任命一个相对的内行 做一个部的部长 他要的你就是效率 他要的是执行力 我要国防部长我要对外打仗 那你最好是一个前将军 或者是在这个军事系统里面有个经历的 像上一任的这个拜登的国防部长 他就有经历 但是特朗普这一次 他的目标不一样 特朗普对这个国防部是非常不满的 他认为国防部里面有个深层政府 他是不信任的 那不信任的时候 他可能就想他用一个外行 他跟他没有瓜葛 他让外行去平衡 所谓的国防部的深层政府 他就不能用有比较深的关系的人 他的这个司法部里面 他另外一个概念 他的司法部里面 他是让一个找一个听话的人 因为他被司法部整过 只有完全听话的人 特朗普感觉到这个人可能 他会递自己一个比较公正的一个待遇 总体来讲 他都是一种相对收缩的一个姿态 他对这些部门的态度都是改造他 而不是华为他的最大的效能 这可能是我理解特朗普的一个基本的思路 现在我们其实看到了很多的评论和观察 说普遍反映这个提名出来以后 感觉第一个特点就像您刚才评论那一样 认认为亲 那第二个的话说这个年轻 我们也刚才提到了 第三个感觉很多都是外行来领导内行 那这样的一份提名 您觉得在这个国会的众议院和参议院 能够获得通过吗 争议还是蛮大的 这个取决于这个具体的位置 我们知道这个总统 他可能要提出三十几个内阁级的官员 我想有几个提名 你概率还是比较高的 你像国务卿的提名 因为陆比奥里他本身是参议员 那些目前参议院里面参议员 基本都是他同事 同事不太可能 伙绝同事 包括民主党人大概率也会投一个赞成票 你像这个国安顾问 国安顾问一般认为是总统的私人幕僚 那么国会可能不太管 你私人幕僚中谁嘛都差不多 但是另外一些位置 刚才像您提到的司法部长 司法部长就难了 这个位置在历史上就是痛点 每一次新总统上台 这个位置都要逗很长时间 因为这个一般来讲 对司法部长的个人的道德 换这一记录的这个要求会比较高 那么对一般的部长 包括国务卿 包括这个国防部长 这方面要求比较低 我们真的在美国 找你个小麻烦很容易 你读高中的时候 有没有吸过大麻 几个同学一来佐证 就成了一个无能 所以这个司法部长就比较难缠 包括你提到的这个国家情报总监 这也是个大问题 因为这个位置涉及到你的政治忠诚 我在查看历史上 你有没有一些缓对美国的言论 有没有亲近美国的敌人 这些言论都有可能成为你的罪状 都有可能成为参议员们 对你进行咨询 是你批判的一些要点 所以这几个职位是比较困难的 其实今天我们还关注另外一点 就是美国传统的老牌的政治家族 肯尼迪家族 也有人加入了这次的 这个特朗普的提名的名单里面 那肯尼迪却出任了 他的这个卫生部部长 您觉得这又是一种 处于什么样的权衡 美国有个习惯 就是一个党上台以后 他几十个内阁部长的位置 他往往会给对手 就是给反对党留一个部长 表明我这个政府是包容的 不是完全排他的 拜登也是的 拜登也任命令一个共和党的人当部长 所以这个肯尼迪 他是刚刚脱离了这个民主党 他身上还是蓝的 他的很多色彩 很多在基本问题上的观点 包括像堕胎问题 是完全这个民主党的 所以用他来当这个部长的话 就可以起到表明我的包容性 另外你这个肯尼迪 是在关键的时候 离开了民主党 投靠了这个共和党 从任公行赏 来标榜自己的角度 他也要给他一个位置 那么目前这个位置 其实是蛮重要的一个位置 其实在共和党党内的争议 还是蛮多的 很多是质疑肯尼迪这个肯尼迪 这个肯尼迪好像上台之后 这么核心的一个岗位 因为它涉及到很多的医疗 医保的问题 可能把整个部这些资源 就带着民主党一侧 所以肯尼迪这个位置 能不能通过 还有不确定性 但他反映出特朗普的一种个性 你关键的时候 投奔了我 我就给你一个关键的位置 这种爱恨的真名 赏罚分明这种特征 其实张教授说到 赏罚分明论功行赏 就不得不提到马斯克了 那马斯克这几天 我们说在互联网上也非常活跃 并且他也成立了一个 叫做政府效率部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部门 从美国的整个政府架构来说 首先讲这个部 可能这个名字还是临时抢的 这个部还没有 在美国要成立一个新的部的话 它是需要国会通过的 国会有个专门的某某部 成立什么法 你想国土安全部 它是一个某某部 成立什么法 然后有这个部 所以这个部大概率是成立不了的 为什么呢 特朗普的目标是裁员 是检部而不是家部 所以这个部最后名字 可能还不叫部 叫什么什么办公室 什么什么委员会 都有可能的 这是不确定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这个部 大概率不是政府机构 甚至于就是一个幕僚机构 有点像某某咨询机构 但是它具有官方背书 甚至连工资可能都没有 还在马斯克有钱 自带干粮 那么这个部的运行的模式 我推测 有可能是这种模式 它自己是没有权利的 那么它怎么办呢 它可能通过 华辉这个马斯克 个人的优势 因为它手里面有一个平台 是有舆论 一个舆论X 它就不间断地 去攻击各个部门 哪些部门 哪些钱 是多余的 然后把这些东西 造成舆论 供成料 供成这个政策建议 给总统 总统去做 去裁 它可能这么一个模式 它自己是没有权利裁员的 就像原来我们说 这个特朗普 推特治国 这个马斯克可能用 X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来去推动 他所给政府 提高效率的工作 反正这个X 长得像剪刀 是吧 X裁员 那其实我们另外也注意到了 不光是马斯克 另外还有一个说 特朗普论功行长 给特朗普提供了很大支持 就是 拉马斯巴米 那么这样的一个 他和马斯克 形成了这样的搭档的角色 那之前的双方都是企业家 管理企业非常有一套 那这次特朗普 把他们运用到 这个政府的运作里面 管理里面 您觉得他们能对 这个政府的运作 起到这个比较好的 助力的作用吗 首先在 让企业家管政府的核心部门 在历史上是经常有的 你想国防部部长 在过去也曾经出现一个企业家 从来没有任何的 从中经验 让他管国防部 因为国防部特别大 涉及到这个人钱物特别复杂 他很容易变成官僚主义的机构 那么企业家 你比较注重效率 所以他就把这个 企业的这个文化 注重效率的这种风格 带到这些核心部门 去冲击一下 去提升一下效率 这个在历史上有过 效果还是有的 但是我不太同意 很多人的说法 要把这个政府部门 变成企业一样的管理 他是做不到的 X那是私有企业 马斯克是董事长 他说财就财 但是政府部门不是的 另外政府部门的这个效率 评估方式 它跟企业不一样 企业是一个效率内部化 我可以用利润率来评估 政府部门它是外部化的 他没办法按照利润率去评估 他只能去硬财 硬财那就很困难 我们知道 人的历史上 加岗位很容易 裁员那都是伤筋动骨 那都是非常痛苦的 那其实说到特朗普的这些政府 我们也注意到最近评论上 给他的很多的 这样的核心的内阁的成员 贴上了这个鹰派的标签 比如说您刚才提到的卢比奥 那么您觉得像这样的一个内阁 他的一个对外的政策 和上一次的特朗普政府相比而言 会有什么样的议统呢 其实最大的共同感都是鹰 因为那个共和党本身就偏鹰 他就喜欢关注国家安全议题 这些议题 他就不太喜欢多边主义 他喜欢这个仗势欺人 所谓的鹰就是讲 我不跟你谈 我比你强 你得听我的 这个子就叫鹰 那么他这一轮 你跟上一轮一样 还是偏鹰的 但是有个区别 他这一轮的鹰 都是特朗普的鹰 那么上一轮的鹰 很多还是这个共和党 推出来的那些传统的政客 他鹰是鹰 他守规矩 他按照这个官僚的这套逻辑来 那么这新的这个鹰派 你有可能就不按照官僚的逻辑来 完全按照个人的好物 特朗普自己的这种风格 去所谓的鹰 但是我们得注意一点 他的风格鹰 不代表他的战略鹰 因为我们一般讲鹰 好像带有扩张主义 但是特朗普不是的 特朗普是带有孤立主义倾向的 所以这个鹰是指 风格比较强硬 而不是讲 他一定要在世界上 大打出手 与此相反 特朗普也好 露比尔也好 他们讲的都不是对外扩张 对大打出手 他们讲的都是要 战略性的收缩 搞好美国自己 如果你不听我的 你伤害到了美国 我的作风才是阴的 这是战略收缩时代的阴 而不是战略扩张时代的阴 您刚才其实也提到了一个人物 卢比奥 我们说他可能被特朗普提美国务卿 成了掌舵美国国务院的 这么一个角色 并且要掌控对外的政策 另外我们也注意到 其实卢比奥是在咱们的制裁名单上的 您觉得这样一位人物 他对于美国未来的外交政策的掌握 会采取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或怎么样去进行这样的一个外交呢 我想在 首先这个美国国务院 其实这些年下来 他在整个美国对外政策决策里面的份额 是不高的 你想中美关系里面 中美关系这核心的议题 其实不在国务院 是 那么经贸易体力 他可能在商务部 在财政部 那么这个安全议题 可能主要在国防部 在国安顾问 那么在某种意义上 其实卢比奥也讲了 我要当国务卿 我要重振国务院 要重新让国务院 属于一种中间的一个位置 决策的位置 这是一个 第二个 那么 努比奥到底怎么干 怎么行事 其实还取决于他个人 与总统的关系 如果关系好了 他的作用比较大 如果关系比较差的话 他可能就是一个执行部门了 他的作用是有限的 我想从努比奥 个人的各种言论来讲 他与总统 其实政策很相像 比较相像 他的作用可能会比 一般的国务卿会大一点 我想他大概率是这样子 就总体上 还是遵守着总统的战略收缩 但是在个别的方向 个别的领域 他可能表现的会比较激进 像在中东政策上 包括对华政策上 但是我们也不要轻易的贴标签 因为努比奥过去 他是一个参议员 我们知道 美国参议员要想出人头 第一百个人怎么办 我要给自己一个人设 守住自己一个人设 对 不过人出不去 但是当国务卿不行 国务卿要处理 代表美国的 涉及全世界的事物 他不管他喜不喜欢中国 中国只是他事物的一部分 这就不可能像 当参议员的时候 没事干净就揪着中国不放 分此即彼 他可能还是 相对来讲还是要温和一点 要全面一些 好的 也非常感谢张教授 今天做黑眼博士 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的分享 感谢你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夜线 广告之后 新闻继续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